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留言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 我们要来开始讲他的第三个障碍,就是死亡的魅力 每次谈到死亡这个主题,好像就会蒙上一层灰色 然后可以请假的人都尽量请假来 不该请假的人也请假来 但死亡这个主题却是特别需要去面对的 因为当你觉察到够深处了,你会发现 如果不去面对死亡的话 那么修行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真的走得下去的 一定会有个逃避在里面 因为死亡它其实是小五的根源 这里我们要理解就是它所谓的死亡 其实并不是指身体的死亡 而是指灵性的死亡 那什么是灵性的死亡呢? 其实当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 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灵性本质嘛 所以它讲的死亡的魅力 其实还是在讲分裂的魅力 或者是在讲特殊性的魅力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几个障碍 包括后面的第四个障碍 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一个障碍 那前面的第二个障碍是讲到身体嘛 那其实我们去抓住身体 然后借着身体作为工具来寻求的 不也就是特殊性嘛 因为身体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可以用来去抓取特殊的爱 或者去攻击防卫特殊的恨 好那底下我们来看一看 这节很重要的叫做死亡的魅力 第一段的中间第四句 它说没有人会死亡 除非他选择死亡 这个观念大概现在在灵性圈里面 多多少少还是有的 那么它说呢 外表看来人人都怕死 其实死亡的恐惧 正代表了死亡的魅力 这句话特别重要 特别突出 然后在肯恩的书里面 也几次被引用 但是对初学者来说 可能会觉得蛮难理解的 恐惧死亡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觉得死亡是有吸引力的 不过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 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这个死亡 其实更多是在讲灵性的死亡 那么身体的死亡 其实只是这个死亡意念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像而已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表象 身体的死亡 其实只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而已 那就像它在练习手册里面 所说的 167克第一段 还是第二段那边就讲了 其实任何不是圆满的感受 都是一个死亡 所以它这边的死亡 并不是讲身体的 那么就像大陆这边流行的说法 就是往死里捉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去更深入觉察的时候 会看到自己 有时候往往无意识的 会把自己往死亡的那个方向去推 往一个很绝望的方向去推 那明明可以把事情做好 就要把自己搞到失败 明明可以找交作业的 但是却搞到最后呢 随随便便的写了 然后甚至过的那个交作业的日期 那明明可以活得好好的 但是就想要抽烟喝酒 然后就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糟 这些都是往死里捉的一些 比较表浅的例子 慢慢地去觉察 你会发现 其实死亡它会有一种 死亡这个东西 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人们往往会无意识地 往那个方向走去 那么他说 醉疚也是一样的 就说看起来好像醉疚使我们痛苦 很可怕 没有人想要醉疚 但是怎么样呢 他只控制得了受他吸引 而且自投罗网的人 是我们愿意要他的 因为这些东西呢 都是跟分裂有关的 都是跟特殊性有关的 好 那下面第二段呢 他说 然而阴影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这个阴影是指死亡 那么下面 对于活生生的人而言 阴影算得了什么 这边翻译应该要修改一下 应该是 对于活出真实生命的人来说 那些阴影算得了什么 因为这个活是指 这个生命是指 你的灵性生命 而不是指你身体的生命 所以他说 他们只需安头走过 阴影便形同虚胜 所以所谓超越死亡 并不是指 你的身体可以长命百岁 而是说 去意识到你的灵性生命是不死的 是永恒的 去异起你的灵性生命 这个其实就是超越死亡 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宽数可以说 都是在宽数死亡 每一次的宽数可以说 都是在超越死亡 你只要去异起你的灵性生命 就行了 那么 因为你的灵性生命 本来就是永恒的嘛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超越死亡 的意思 那中间第七句呢 他说 因着你的宽数 他终于摆脱了罪所 加给他的惩罚 这个他当然是指 上面讲的这个弟兄 但其实 也同时是在讲你 因为你跟弟兄 也是一个嘛 所以也可以说 因着你的宽数 你终于摆脱了罪所 加给你的惩罚 因为小我认为 你选择的分裂 是一个死罪 所以 你会发现 你创造的这个世界呢 所有的万事万物 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归宿 就是死亡 那么他说 这个绝非傲慢之大 这个是上主的旨意 超越死亡 这个口气听起来很大 但是其实原本是上主的旨意 就是让你拥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只是 臣服于上主的旨意的话 这个有什么傲慢之大可言呢 反而是倒过来的 你认为死亡是真的 你认为人人的最后的归宿 都应该是死亡 任何生命的最后归宿都是死亡 这个其实才是一种傲慢之大 好 那下面第十三句呢 他说 你一旦接纳了圣灵的目的 来取代小我的目的 便足以显示 你已弃绝了死亡 而获得了生命 其实就是讲宽恕嘛 宽恕之后 就是超越了死亡 而得到了生命 那下面十五句呢 他说死亡其实就是 我们称之为 小我的念头 所带给你的必然结局 因为小我的 他为了获得特殊性 不惜与上主分裂 这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 而且他认为你有死罪吧 所以他一定要把死亡 夹在你身上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小一 他的标题很特别 叫做不朽的身体 那根据肯恩在书里面的教导 他说很多人会误解这个标题 其实这个不朽的身体 并不是说当你超越死亡之后 身体是不会死的 身体就可以活得很久很久 或者就可以完全不生病 他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其实 你仔细读了内文之后 会发现他比较接近佛法所说的 不生不灭 这个不生不灭是对于幻象说的 就是说一个虚妄的东西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生起 并没有真的获得生命 并没有真的存在 所以他也不会消失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消失 对吧 这是他所谓不朽的身体的那个意思 我们来读他内文就知道了 第三段的第三句 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那个从未创造过罪恶与死亡的上主 是不会袖手旁观 而且任你现身其中的 那这句好像跟下一句马上就矛盾了 他说上主对罪以及罪的苦果一无所知 就很奇怪了 那我想你如果听我们的录音一阵子 应该是对这个第四句不会太陌生 就是上主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但是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的是圣灵 并不是上主 那严格来说 其实圣灵也不是上主派出来的 他其实是我们很残存的 遗留的对于上主的记忆 然后在这个世界借由一些形象去呈现出来的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说 以间接来说 上主并没有袖手旁观 因为圣灵毕竟还是来救我们 圣灵是由上主去衍生出来的 那么下面他说 披麻带校走在商礼行列中的人 绝非再向他们的招恶主致敬 因为上主愿他们好好活下去 那这个一样 请你把它改成愿他们活出真实的生命 他们没有听从上主的旨意 而违逆了他的心愿 就把分裂给当真的 把死亡给当真的 好那下面第四段呢 他说那个裹着黑布等着埋葬的尸体 究竟代表的是什么呢 他代表人们对于死亡的忠诚 象征着生命的可朽 为了弥补罪而献上的牺牲 而罪就是靠身体的祭贫而存活的 那么他说 这句身体饱受主人的摧残 身边只有一群同病相邻的人来为他哀悼 饱受主人的摧残 因为整天把罪就投资在身体的上面 那这个身体难道不会受尽折磨而死吗 那么他说呢 你若相信自己能把上主之子 打入这样的惨境 才是真正的傲慢自大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解释的 好那下面第五段呢 他说你还有另外一种效忠的途径 能够保持身体的完美不朽 那就是把身体转用在神圣的目的上 就是让身体为圣灵所用 那这边很多人会把它解读 就是说如果身体为圣灵所用的话 身体就不会生病了 他就会长命百数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是 在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因为有小我才要修炼了 那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小我还是在的 只是说小我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已 那只要你还有小我的时候 身体当然就是有可能会生病了 而且他下面怎么写呢 他说身体一无所能 他并既非可朽亦非不朽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不生不灭的意思 就没有存在过 也就没办法消失嘛 所以你要注意 他这边强调是身体是幻象 然后就像第五句所总结的 他什么也不是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在今年18年的11月17号到24号 有举办为期八天的台湾游学 那游学的景点主要是在东北部 还有东部 然后这些景点呢 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自亲定的挑过的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私房景点 那么这中间有很多景点都还是有故事的 我会在游学的过程中跟大家分享 这几个地方跟我之间的那个关联 就是过去几年的那个宽宿课题 中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这次游学呢 还有红利 我会邀请我的家人 特别是我的母亲 来跟大家具体分享 他这过去八年跟我一起学奇迹课程 他所走过的一些很具体的生命故事 好那我们的教学会直接在游学的过程中 在游览车上面 然后在游览景点的过程中来进行 那很欢迎你报名参加 谢谢你